感谢北林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 因为毕竟夏日户外活动 大家就可能就是被皮虫叮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们要记住就是北林给我们介绍了这些症状 并且及时就医治疗 那我来给大家接着说一下 这个夏日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防晒 那么就是可能在我们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可能防晒很多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就是晒黑了就晒黑了 可能小麦色皮肤也是很健康的表现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说 防晒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 而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目的是这个预防皮肤光老化 那我们看这个照片 其实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照片了 它是一个英国的卡车司机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卡车司机的左脸 就是比右脸明显的可能老了个十岁二十岁 对吧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开车的时候 他左边是那个车窗 然后那个阳光就是直射它的左边的脸部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图片它就很直观地告诉我们防晒的重要性 对吧 它可以让你年轻的十岁二十岁 如果你认真防晒这个不成问题 还有第二点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防晒也是预防这个皮肤癌 还有就是眼部的癌症 以及眼睛的损伤 那这个皮肤癌呢 它是可以比如说它 比如说这个黑色素瘤 或者是这个黑色素癌症 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癌症 而且它可以扩散得很快 那它在皮肤的各个部位都可能发生 比如说头部 比如说没有戴帽子 或者手指甲指甲里面或者是嘴唇 就是这些就是被太阳照射到地方 都有可能发生 然后它是一个再说一次 它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癌症 然后它的预防方法就是去认真的做好防晒工作 那为什么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阳光会对我们皮肤或者眼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呢 就是因为这个紫外线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紫外线可以杀菌消毒是吧 那其实对我们这个皮肤也是有伤害 因为它就会形成这种氧化剂油基啊 然后它破坏这个胶原蛋白合成呀 然后它会导致我们皮肤细胞的死亡 那它是怎么做到呢 就是这个紫外线它可以直接就是穿透这个皮肤 然后导致这个细胞的DNA 就是遗传物质的损伤 然后会引起皮肤的衰老呀 皱纹 呃松弛 然后最严重的就是皮肤癌 然后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呢 这个紫外线也会对眼部造成伤害 就是这个黑色素瘤呢 这个黑色素癌症它在眼睛里也是可以发生的 而且而且其他眼睛的症状可能还会有血盲症 光性角膜炎就是又称紫外线角膜炎 就是眼睛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呢 会有一种急性中和症 而且它会很疼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防晒 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 而是具体认真去做的一件工作 然后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如何防晒 因为想说防晒它不只是用防晒霜 对吧 其实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躲 就是在太阳最晒的时候 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出门 可以在室内工作或者玩耍 那就比如说像夏天 大家都习惯打网球之类的 然后尽量地一起打网球时间 就可以去吃早上的吃饭 放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 这样你就可以避开就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然后第二点就是吃饭吃 对吧 这个不吃这个时候才是不吃 打遮阳闪呀 穿长袖呀 戴防晒上膛或者是那种帽也很宽的那种大帽子 那这波里面也是 这种大帽子 就是保护你眼睛 还有眼睛周围的皮肤 对吧 我们都知道眼睛周围皮肤比较敏感 那如果你有一个帽也很宽的帽子的话 它就能很好的保护你的眼睛 那当然还要戴墨镜 就是尤其在选购墨镜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包装上有没有血 它能够很好的阻挡 大部分的UVA还有UBB 对吧 就是确保它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皮肤和眼睛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防晒霜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对于防晒霜来说 唯一的一点就是你要选SPF值大于30的 还有就是要注意对于六个月以内的小baby 就是防晒只能是躲 就是避开太阳 还有就是物理遮住它 就是还不能使用防晒霜 那六个月以上的应用而可以使用婴儿防晒霜 然后12岁以后的小朋友就是用成人的防晒霜 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想跟大家说 就是你用防晒霜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够 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用足够的防晒霜呢 这有两个小技巧啊 一个是对于脸部来说的话 你可以使用一元硬币大小左右的量 这个是足够脸部的防晒 那还有另外一个技巧 就像这个图片这里显示的 你可以用两个手指那么多 两个手指长度那么多的防晒霜涂在脸上 然后用三个手指那么多的防晒霜涂在脸上 还有你的脖子上 那你看到就是这里还有一个比较 就是如果你只在手指肩上涂一点点的话 那个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就是防晒霜用够它的足够的量 这个也很重要 不然它没有办法达到它的保护效果 还有就是现在近几年也很实行这种 喷雾型的防晒 那就是要注意的话 最好还是先喷在手上 因为你喷在手上你可以定量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有了多少 而且也能够避免就是吸入 因为就是眼界的发生就是喷雾型的防晒 如果你吸入的话是对身体不好 所以最好的话就是还是先喷在手上 然后再涂抹到身体上 然后普遍的建议是每两三个小时你就不涂一次防晒 那当然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所以这也是基于现任情况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去什么沙滩呀 或者你去打网球剧烈运动 然后你出了很多汗 然后你用了毛巾擦汗 或者你去洗了个澡 或者你去游泳去海里游泳对吧 就是像这些情况下 然后太阳用很剧烈的话 那我觉得你还是要认真遵守 就是每两个小时吐一次 去真的保护自己 就不要变得很老 或者不要得皮肤矮 但是其他情况下 就比如说你只是早晚 就是出门上班通勤的话 那每两三个小时吐一次 可能就是不需要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早上出门前吐一次 然后晚上下班回家前用一次 那就差不多了 然后可能大家还会问 就是最好的防晒霜是哪个牌子 但其实是就是说 大家的就是皮肤科医生的共识 都是最好的防晒霜 是你会去使用的防晒霜 就是比如说 有些防晒霜质地会很油 然后你可能会不想用它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选择 所以最好的防晒霜就是你喜欢 你会用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今天 这个天气比较阴天一点 昨天也是下雨是吧 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 没有什么太阳 那我就不用防晒了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根据这个科学研究显示啊 大家看这个图这里 就不同的线呢 就是不同的天气 是吧 然后其实不同天气 不管是晴天少云多云阴天 它紫外线的强度也没有差那么那么多 它的确阴天紫外线会少一点 那也达到了晴天的70% 60%左右 所以就是阴雨天出门的防晒 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大家可能看一下手机里面的天气预报软件 然后以手机预报软件里的紫外线指数 来作为一个更好的参考 而不只是看阴雨天的天气 然后这个是CVC给的一个很直观的图片表现 就比如说你看手机里 我今天说是比如说是2 对吧 那可能是第一紫外线指数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戴一下太阳眼镜 或者图一个很轻的 比如说SPF15 30这样的防晒就足够了 然后你再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今天反过来是6和7 那就是比较高的这个紫外线指数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建议真的是做好全套的防晒 比如说穿上袖呀戴墨镜呀戴帽子 对吧 其实就像我说就是头顶可能也会 也可能会产生这些皮肤癌 所以帽子也很重要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些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心里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像加拿大是一个普遍维生素D缺乏的地方 那使用防晒霜会不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呢 那简短的说来说是基本不会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维生素D就是被这个紫外线诱导 维生素D合成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过程 你只需要裸露两个手臂 两个胳膊那么大的皮肤 然后你在外面走个20分钟 你就能够达到一天所需的含量 所以防晒霜它在这其中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因素 就是所以健康人使用防晒霜呢 它不会导致身体缺乏维生素D 那主要在加拿大高纬度地区可能还是 比如说制造时间少呀 像冬天可能一天可能就五六个小时是白天 那这个才是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你通过食物来补充 或者你就吃一下那些维生素D含偏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补充维生素D会更加安全 而且它可以保护你这个皮肤癌的风险 然后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